看懂了 也许就是选美 但是大家对这个美的诠释不太一样 来看另外的消息 动作冒险大片独行侠 10月5日就要在国内上映了 9月30日片方发布了一支全新的制作特辑 曝光了一些影片拍摄背后的 鲜为人知的危险故事 对 原来约翰尼德普在拍摄一组 策马狂奔的镜头的时候 不是从马背上跌落地面 所以在这一行 不管你是多大的味儿 好演员都是要拿命去拼的 来看一下 从荒漠隔壁 到真实打造的火车与铁轨 独行家拍摄剧组 不辞辛劳辗转拍摄 而演员们也是相当卖地 独演约翰尼德普在拍摄一场 骑马狂奔的戏时 不惜亲自上阵 谁知意外就这样发生了 德普一下子从马上烦了下来 万幸的是 他没有被马匹踩到 只是受了一点擦伤 另一位主演艾米汉默 也有高难度的挑战要完成 为了一个在电影中 只有几秒钟的镜头 他不得不爬上架设 与悬崖上的高架平台 危险悉数嘛 请自己想象了 还不止如此 在拍摄这场高平台戏时 艾米身边还不时的 有直升机飞过 索性剧组和演员们的付出 都没有白配 这些危险的实拍场面 着实为影片增色不少 女子心灵地 王尹范也想要骑马 但不想摔下来 报道 非常的惊险刺激 谢谢大家